为了推动花莲在地公庙特色包装伴手礼 花莲港天宫独家授权给中泰食品旗下品牌阿美麻吉 制作别具特色的Q版妈祖图样包装名产 打造全台独一无二 爱莲妈祖请订阿美福保佑礼盒 未来阿美麻吉会把制作精美的花莲名产 透过新包装上架提供消费者来选购 花莲港天宫连续两年邀请白沙屯妈祖 以及北港朝天宫妈祖 一同合体花莲绕境 造成空前的轰动 当时推出限量文创平安米 反应回响热烈 也激发港天宫推动宫庙文化与民产伴手礼结合的构想 14号独家授权阿美麻吉 将Q版妈祖图像印制在民产的包装外 打造出全台独一无二 爱莲妈祖定情阿美祈福保佑礼盒 我感谢说 这个人来协业来推广这个妈祖 这个妈祖变成多了 这几年来 甘英雄 这几年来协业来推广这个妈祖变成多了 刚才有机会 刚才乙董事长 乙总裁 他也在华人阿美麻吉 我们经营差不多是50年了 5、6、4年了 50年 他经营了那个产品层 经营了也有成功的 第一边就做这个华丁的这个 这个有信用的 来提供这个变 希望这个变能提供到 丹布、丹布、丹布 14个 让大家建设到 甘英雄、甘英雄 这些变成三品 我们现在在华丹布 这个地方的文化一品 地方的文化一品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妈祖变成了这个华丑类 可以说是妈祖变 我们要变这个妈祖变 吃了才能处好变 因为这个 妈祖变的这个历史 经历大家知道 要怎么以后来这个公民出来 就是丹布的文化一品 叫我做的话 会让这个 合金总盖 我们的这个信用的使用 港天宫董事长 赖荣文表示 与阿美麻吉合作 即将在门市上驾贩售 在港天宫宫庆 妈祖绕境等活动时 也将在现场贩售 未来游客来花莲采买名产 能够挑选到具有花莲在地 宫庙特色包装的 伴手里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 曾经经历天宫 君祖宫庆 明胜花莲采访报道